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被鬼神记录在案 一起来听 《黄言经》说 每个人出生之后 就有两位天人跟随着 一位叫童生 一位叫童明 这两位天人时时见到被跟随的人 而被跟随人却见不到天人 两位天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恶二不同子 他们每时每刻都记录着人的行动 言语 思想 一个专进你的善 一个专进你的恶 你有个善念 有个善行 童明他就记着 你一个不善 一个恶念 同声给你记起来 全部都有大案 都有记录 人 他能看到你 你看不到他 这个说法 亘古就有 如果起心动念 言谈举止 常常想到这两位天人 随时随地都在监察记录 谁还敢做亏心事呢 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终究有辨别 这都是二熟能详的 老人也都口口相传告诉后辈 多行善事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 天在看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不幸的话 请听接下来的故事 一 人在世间所做的一切全都记录在案 古代知怪笔记多记载 浑游明界仙界的故事 我们熟知的纪小兰的月威草堂笔记 圆梅的紫布语 蒲松林的辽斋志义 还有玄怪录 有阳杂祖 宜坚智 太平广记等等 在这些古代知怪笔记中 大有不少是根据当时真实事件写的故事 比如纪小兰在月威草堂笔记中 就写过她家亲戚遇到怪异的恐怖事件 本篇出自有阳杂祖 讲的是唐德宗贞元年间 明经出身的八州清化县县令赵叶的故事 所谓明经是科举考试的一种 主要考人对古代经书的掌握情况 进士科主要考试师父和正论难度大 明经科难度低于进士科 也正因为如此 明经出身的为观者 地位往往不及进士出身的 官场上常常失忆 本故事的主人公赵叶是明经出身 朝廷只给了他一个县令职位 他心里很生气 想自己满腹才学 最后却被任命为偏僻的县令 越想越有意见 最后竟病倒在床 时间久了 习惯了幽暗 便害怕窗外的光亮了 又撕屁股 一个来月没吃东西 直到有一天 突然暗室内有声如雷 现一红球 翻转滚动到他的床前 并腾跃上床 在他的胸口上方停住 只觉得有个穿戴红衣皮帽的人 拉着他的手飘忽而去 精神恍惚的赵叶如同做梦一般 跟着这个身着红衣 戴着平顶头巾的人往东前行 他们走出山谷 一条从东向西流淌的河 呈现在眼前 很多人长时间地 定定地看着河水 他们继续向东走 看到一座装饰着金玉的桥 赵叶随着红衣人过了桥 向北进入了一座城 随后来到了一个关崖中 里边有很多百姓和官吏 赵叶看见妹夫贾义正在堂上 为杀牛的事情狡辩 说不是他而是赵叶杀了牛 赵叶推测自己应该是到了阴间的衙门里 于是赶忙躲到一堵墙旁边 那堵墙通体漆黑 有树丈高 他可以听见里边有呵斥的声音 红衣人把赵叶带入大院 由小丽通报道 私命提审犯人 这里的私命 指掌管生死受邀的神 赵叶再次见到了贾义 于是与他辩论对质 贾义一口咬定是赵叶杀的牛 赵叶正在无法自证清白之际 空中忽然升起一面 直径近三米的巨型镜子 众人仰面看去 镜子中显出影像 正是贾义磨刀祸祸欲杀牛 而赵叶则靠着门 脸带不忍之色 面对着真相 贾义这才认罪 结清了这个官司 红一人又带着赵叶来到另一处 一位披着褐色披肩 带着紫霞官 壮貌如同佛像的判官 则问道 你为什么偷了人家的棕枣和头巾 又在华州集市上 藏匿了别人的三生巷子 赵叶非常吃惊 赶忙一再叩拜认罪 这说明人做了任何事情都瞒不过神明的眼睛 红一人随后带着赵叶离开了官衙 邀他一起去游上清仙剑 这也是赵叶的缘分使然 二人登一高山 山上飞扑圣极 山下波涛汹涌 赵叶望而大惊 因为那瀑布中有万千人等 随着水流而飞 经济间 他发现自己也已飘荡在那水流中了 仿佛过了很长时间 赵叶发现自己站在一块岩石上 石面上有青白花纹 此时那红一人已化为两人 一个在前面做向导 一个在后面催促 又尚得一石崖 走了一段后发现路边有奇异的植物 其色红蓝 枝叶茂密 光洁无次 枝条上的花朵不时飞升 飘荡于天空中 还有一种植物如窝菊 趴在地面上也能飞花 由小而大 生至空中就变成了赤黄色 随后 又见天边有大火燃烧 如山一般横跟在天地之间 直到其渐渐熄灭 才得以过去 进入一城 大街上变种果树 仙女成群 鲜月飘飘 穿过三重门 见有玉河横于面前 传之交错 传影光可见人 此时往上看不到天空 只有降紫色的光运笼罩着 经过三道门 赵叶和红一人来到了一处金碧辉煌的宫殿 往上看不见天 好像被一层淡淡的酱色笼罩着 三重正典都供奉着神像 赵叶看见一位道士 好像是旧日的相识 便请求做他的弟子 道士没有答应 红一人于是领着赵叶离开了宫殿 来到南面一个院子中 查看步路 有狭批子官的匠一人 让赵叶与两个红一人坐在大厅里 开始先查阅悟申年的步路 这种步路与人世间的法律文书差不多 首先记载人的生辰 然后是姓名、年龄 另起一行 横列六十个干支 人的所有功过都在每一天下面详细记载 如果那一天没有什么事 就写无事 赵叶看见自己的步路 姓名、出生年月日一字不差 要知道这种步路数以亿兆不可胜数 红一人告诉他 每六十年 天下所有人都要登记一次 用来考评他们的善恶 据此加减寿命 此时的赵叶能够窥见天机 也是造化使然 看完了步路 红一人带着他回到了来时的路 并告诉他 你现在是游魂状态 沿着这条路走 不要回头便可回家 赵叶一言而返 走得稍微快了些 不慎跌了一跤 好像从梦中惊醒 醒来才发现 自己已经死去七天了 根据这段经历 赵叶写了篇 浑游上清记 从幽冥至仙境 赵叶的经历悬之又悬 尤其是顺瀑布而下 于岩石上飞升 又遇见奇异的飞花 和绚烂的仙草 赵叶地府天上一游 小得了天机 那就是天地是不会被欺瞒的 人在世间的善行恶行 都被记录在岸 丝毫不差 而善有善宝 恶有恶宝 从来就没有爽约过 二 诸善奉行 诸恶莫作 听了上面的故事 可见我们平常三叶的行为 起心动念 言语 行为 点点滴滴 都落入因果 我们以为没人知道 哪晓得无形中 已经被神灵监控 犹如探头录像 记录在岸 无法抵赖 真可谓 阴间生死不 善恶全记录 人间所作事 居心知邪正 莫说无人知 鬼神皆清楚 所以佛门常说 业力不可思议 因果不可思议 心力不可思议 法界不可思议 头上三尺有神明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劝君 诸善奉行 诸恶莫作 千万不要 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 因果分明 定不差 古今 众斗 起生麻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 无量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 点个赞 或者留言 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 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感谢